其实因为我一直研究的主题是一样的 就是说怎么样透过网际网路 让人跟人之间彼此更能够倾听 更能够彼此理解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让empathy 这种只有在一个房间里面两三个人 比较能发生的东西 把它带到网际网路上 或者是透过网路的辅助 然后把它变成scalable 就是变成有延展性的 简单来讲 就是说以前你讲话给一百万个人听很容易 可是你要听一百万个人讲话 没有那么容易 你要让一百万个人听彼此讲话 就更困难 但是现在其实技术已经可以帮助我们 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一直是我的研究的一个题目 可能从十四五岁就开始研究 所以中间不管是苹果付我钱 或者是另外一家social tax公司付我钱 或者是牛津大学付我钱 或者是任何其他别人 甚至有一些匿名的捐献等等 这些都是只是让我可以就是过生活 但是我的工作的题目是同一个 这个motivation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一个决定 但是我只听到部分人的意见 剩下来的人呢 我没有听到他的意见 那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 剩下来的人就会在街上 让我们知道 这个他反对我们的这个决定 所以说对行政院来讲 任何能够在决策形成以前 就把这些未来会上街的人的意见纳入 对减低社会成本来讲 行政院是非常愿意的 在之前的问题是说 他没有一个mechanism 没有一个机制 没有一个方式 去纳入这些人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行政院付我薪水 虽然比起戏骨是少很多啦 但是至少呢 有alignment 就是说行政院想要做的事情 跟我的研究工作 重叠的部分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任何人都是自己决定的 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想要就是遵循大家的这个牵绊嘛 日文说牵绊嘛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你的决定 就是说他不是 到某一个程度 你还是要做一个有意识的考虑 是说我的哪些部分是要社会化 哪些部分是我反过来希望社会 因为我的存在而有一些调整 每个人这个尺度放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这个尺度必须是 这个人有意识的去放下去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成年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人在社会里面 找到一个自己的 跟社会相处的方法 然后有一些欧洲的朋友 可能觉得我是女生 但是同一个社群里面 可能亚洲的朋友 会觉得我是男生 所以这会造成大家的 一个认知的不协调 就是当你讲到唐凤的时候 你到底是在讲谁呢 这样子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我觉得我写一篇blog 只是解释说 其实就是随便大家 然后你觉得我是女生 没有问题 而且我也愿意 就是用女生的身份 来体验这个世界 但是你刚刚说disruption 但是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divergence 就是说你有一个题目 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 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很healthy 很健康的 因为如果你一件事情 整个社会的人感受 是一样的 表示这个社会是一个 totalitarian 它是一个完全 没有自由的一个社会 你才可能 大家的感受都一样 它是一首歌的一个歌词 它叫做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对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这个也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说 如果整个社会 大家都是相同的想法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彼此讨论 因为你也不用讨论 对 但是就是因为有误解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感受 那所以才有沟通啊 因为一开始没有那个go 没有那个gap 没有那个crack 你就不需要沟通嘛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光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气急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因为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不认识的新的朋友沟通